大家好 我是吳敏儀 我是英航香港機倉服務員工會總幹事 同時也是香港職工會聯盟的主席 覺得最有感覺就是九龍城 因為最初就是我的航空業的開始 我由做地勤開始 那時是啟德機場 啟德機場就在九龍城 然後我慢慢做了幾年 做空琴路 還在啟德機場開始飛 所以九龍城對我來說 有一份挺特別的意義 現在的機場令我覺得太冷冰冰 只是一個很大型的機器 較早前我就在那裏上班 以前真的覺得 英國航空的品牌本身 令人覺得有一種優越感 但是發生一件這樣的事之後 還有我自己做了二十多年 真的看過公司的變化 總是覺得整個行業 不單止是直揚那麼簡單 它是在轉變 由一種傳統的形式經營 其實慢慢其實仍然用傳統的品牌 但是實際上已經賣向廉航化 那個營運的手法 無論它提供什麼服務 基本上是希望以乘客購買為主 每一樣東西都是購買得到 它提供的 好像以前固有的每一個飛機餐 省得就省了 那以前你坐飛機沒有想過 上飛機要自己買東西吃的 那現在偏偏就是 那個世界就是變成這樣 本身就是香港的工運 不算是特別強勢 勞工的保障不是特別好 僅僅有 各樣都是僅僅少少有 這次這件事更加突顯一個問題 本身我們勞工法例在菜園 以及減薪那些保障不足 勞工處是有點指引 但是指引而已 指引僱主是視他沒有法律約束力 他一向都不會特別要去理或者害怕 為什麼香港容許一些做生意的手法 就是你來到就欺負我們的勞工 我們因為法例保障不足 於是你可以用最剝削 或者最嚴苛的方法去對待我們 這些狀況一發生 你以為距離你很遠 但是其實就是這麼容易 就是這麼接近 就是這麼近那魔縣 就是會發生在你身上 往往你發覺勞工法例不足的時候 太遲了 是沒有的 條法例趕不接立一條去保護你 出來給你的 那是靠平時大家對這件事的知覺 你當有看到要改善勞工法例的法例 快要生效 又或者要推動的時候 大家是否應該都幫忙去推動 我現在其實沒有那個心情和時間 一眼去想我自己太多的動向 因為眼前就是一定要先顧我的會員 一個負責任的工會代表 工會領袖 永遠都是擺我的會員優先過我自己的事 勞工這方面的工作就走不掉我了 也是我過去十幾年最有興趣 也擺很多精神時間去做的事 即使我不是再一個空中服務員 也無損我可以做這些事的能力 其實今年不算是一個特別順利的年 我三月就公商 受了傷之後就沒有飛到 但是去到暑假以為快要好回來 我又遇到車禍 商上加商 以為快要治療一下就能飛回來 誰知道八月幾行李梅的結果就公佈了 審訊的結果公佈了 那我忙了一輪 怎知道九月幾就到自己公司 大財源事件 整年下來都覺得很難怎樣形容 是否特別黑不黑仔 有時候我覺得每件事發生 總有它的原因 很可能就是人生走到這一刻 就上天預備定一些新的轉變給我 或者新的使命給我 在勞工運動那裏 在空中服務業那裏 是不是要由一些角色轉換呢 正式要讓你脫產 即是不做你自己老本行 空中服務員 去做另一些新的類型的工作 或者從另一個角度去推動另一些工作 可能是這麼巧那天決定 是時候了這樣 然後再來一點點 我們下降水 誰 我們下降雨 就很烈 我們下降雨